这位87岁大妈是老一代大学生 咱们一起听听大妈的工作经历 以及退休金能拿多少 感觉您像有文化的人 我的妈呀 有一件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大妈您几年高瘦啊 87 那您这身体真是可以 腿不好 那一年爬山 把腿也爬坏了 全国有三个都爬了 那您一共爬山爬了几年 那有十多年吧 我来不爬圆的 就去那香山 香山 你去过吗 去过 苹果园那 鬼煎丑 鬼煎丑 我每天爬一趟 那会您多大呀 我70多了还都爬的 那您那身体够不错了 每天一来回 老年人爱爬山的话 您会给爱爬山的老年人什么建议吗 爬很多 伤腿 昨天早就说了 这过关就受不了 那当时您爬的时候就没有感觉 爬里好像没觉得 爬里觉得爬得很舒服 爬了吹一身汗 坐着车回来 中午吃饭也香 对 晚上睡觉也香 嗯 呵呵呵 是啊 天天坚持爬 每天都去 风雨无躲 对呀 下雪还去 哇 我们是夏年三五 冬年三九 哇 真厉害 好 年轻的时候您是什么学历 年轻时候啊 我是大学生 大学吧 我感觉也是嘛 您是几几年上的大学 五十五八年 那会儿您多大 经过后有三年以上 二十二岁吧 您是在哪上的大学 成都 成都 十八大学 您上了几年 十年 那就属于大本 那真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买东西 我把表现上自己演出来 生活人很差异 大妈也十字 我说十字 大妈那您就大学毕业之后呢 教书啊 当老师 那您那会儿教的是 中学 中学 也是在成都那边教学 大妈您那会儿上大学 还有补助呢 爸 十八百钱 好像还有点零花钱 那您就一直在成都那边教书吗 是 我爸一家也调过来的 老伴调过来 老伴调过来 那大爷是做什么的 大爷搞司法的 您现在这功名多少年 六二年才出来了 我们九二年 退了三十年 三十年 那您现在这养老待遇怎么样 养老待遇 跟一般人差不多嘛 也得一万左右我感觉 对 差不多 听完大妈这段经历 让我觉得这腿得好好保养 爬山是适当 您觉得 特别人 此次 我等他 你 他 我